小白海词 哈喽 我姓陈名叫文里 英文名叫James 你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近期在忙些什么吗 近期忙些什么啊 接下来会有一些 Cross over 跟一些 一些护肤品啊 然后还有一些杂质的拍出 然后想问一下你几岁开始学游泳了? 几岁啊?11岁 11岁接触游泳哦 然后就是喜欢玩水嘛,就常常去玩 然后被那边的人看到,他问我有没有兴趣训练 然后我就尝试看了,尝试了开始接触训练 训练再就开始代表比赛哦 然后12岁的时候成为了周手 13岁就成为了少年国手 14岁就正式成为国手 这样你每一天这样子啊,你是一个星期训练几次的? 一个星期训练会六次啊 六次每一天都会吗? 每一天,三个小时左右 会觉得很压力,好像感觉到会想要放弃吗? 你曾有一刻想要放弃吗? 呃... 会比较lifeless哦 因为朋友都在玩啊 都在有自己的生活 却自己就要在那边 对着那个游泳池 看着那个个子个子那边游 很比较闷啊 但是有不一样的经验哦 然后你觉得游泳最挑战的事情是什么? 最挑战的事情啊 自律啊 跟态度 因为如果你要训练的话 每个人都可以训练的 每个人都可以跟着那一个行程去走 但是 在那个同样的行程 你要怎样去 呃... 训练自己的强项 是一个挑战的 你几岁开始接触摩托的? 几岁开始 嗯... 这个行业 就这么会是 你是一个游泳健将吗? 这么会突然间 你会接触到摩托这个? 就因为游泳 呃... 这个运动啊 呃... 让我有不错的那个身高咯 然后就... 误打误撞跟... 槟城的那个... 模特儿公司有接触 然后过后... 那个时候就是... 业余罢了啦 就... 现在就... 跟... Mossus就挺不错的 因为他的那个... 大家合作的... 选择 有点 过去 为什么 不是